动物园系列如何制作啄木鸟 颜值初级 在学习颜值初级前请先学习颜值基础系列视频 今天就和几分钟课堂学学啄木鸟的制作方法吧 其中需要用到的基础卷有 弯曲卷 类滴卷 夜行卷 月行卷 彩色复合松卷 彩色复合井卷 你将需要 颜值 卷指器 液体胶 剪刀 牙签 镊子 万用尺 第一步 剪取二分之一长度的蓝色颜值 制作一个弯曲卷 作为啄木鸟的翅膀 第二步 取四分之一长度的白色和蓝色颜值各一段 制作一个内白外蓝的彩色复合松卷 然后将卷捏成月行卷 作为啄木鸟的身体 第三步 制作一个由内到外颜色分别为黑白红蓝的彩色复合松卷 作为啄木鸟的头部 第四步 取一小段红色颜值 制作一个夜行卷 并固定在啄木鸟的头部 第五步 取一小段黄色颜值 制作一个扁长的泪滴卷 作为啄木鸟的嘴巴 第六步 再取一小段黄色颜值 制作一个月行卷 作为啄木鸟的脚 第七步 将啄木鸟的各部位像这样摆放好 并用液体胶固定 这样一只啄木鸟就制作完成了 你知道吗 大多数竹木鸟 终生都在树林中度过 在树干上 螺旋式的攀缘 搜寻昆虫 只有少数 在地上觅食的种类 能栖息在横枝上 这一只啄木鸟的资金 这一只啄木鸟的资金 这一只啄木鸟的资金